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餐饮科系对不对 那学校也非常鼓励同学们可以去报考中餐丙级烹饪技术式的执照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有这张执照才可以毕业 甚至是很多的饭店 餐厅 也会要求上门来的应征者 一定要有这张执照 你才可以成为可以面试的基本门槛 可见得专业证照有多么的重要了 那马上来看看邱主厨的简定小学堂 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重点 又到了我们的简定小学堂时间呢 那我们这一段呢 来说的是 哪一些人需要中餐烹调丙级技术式证照呢 来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以中式料理经营者 那第二个呢 就是具备盘菜 杏质以及餐盒食品 自助餐 团扇等等 第三个呢 就是持有 刀 切割 冷盘 盘式 职场 调理 加工 烹饪以及从业人员 那第四点就是 需要一定的比例持有中餐烹饭技术试证的 第二 我们持有中餐烹饭技术试证之从业人员 应加入当地县市之餐饮工会 并由当地的卫生主管机关 来认可之工会发给厨师证书 那第三点就是 厨师证书呢 有效期限为 四年 期满每一次 展延四年 好 记得哦 如果你的厨师证到期了 记得要回去 上卫生奖先要去混证 好的 早上要看到的是301第四道菜色 豆包炒青姜 我们先来看看需要哪些材料 豆包炒青姜材料有 豆包两片 青姜菜十两 胡萝卜一小块 红辣椒一汁 蒜头两半 沙拉油两大匙 调味料有 盐巴一小匙 味素二分之一小匙 米酒一小匙 开水两大匙 好的 进入到的是豆包炒青姜 我发现这个青姜菜的料理呢 它其实都很类似 只是置换不同的配料而已 是不是 是 为什么要使用这种绿色的蔬菜 其实绿色的蔬菜 对人体是非常有帮助 但是呢 在烤生来讲呢 往往都是会一起下去炒 炒到后面梗 还没有软 是 那轻味太重 那就不行了 就不好吃了 对 就不好吃了 那所以说呢 我们绿色蔬菜如何要吃得健康 而且要怎么样炒 那我们一样在节目中呢 我们都会慢慢地教给大家 好的 好 来 我们先前处理一下 好 来 我们前处理呢 一样不变的就是 我们佐尔的器皿盘子都洗干净了 再来洗 这个是浇工制品 浇工制品先洗 好 来 我们这个是蔬果 蔬果 然后再来 这个是青江菜 是 你可以把它拔成一片一片这样洗 它里面的污垢 还有沙子才会洗掉 是 因为很容易在那个 是 这个结的地方 很容易藏污纳垢的 对 因为呢 你待会是要切嘛 所以说无所谓 你把它掰开 好 把它掰开 好 像这样子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呢 先把我们的豆包 这生豆包 是 那假设你今天是熟的豆包 它给你是熟的豆包 你就不用去处理了 那我们这边呢 用一点点的油 来 稍微煎一下 煎一下豆包啊 对 如果它是就是颜色比较深那种 熟的已经炸过了 是 是 就不用这个动作了 对 好的 来 我们稍微把它水稍微吸一下 好 这就是一样 主厨是开中火 稍微让油热一下 对 好 豆包稍微煎一下 待会再来切 好的 那一片大概切九等份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青江菜 好 切一下 这个头呢 把它稍微切除一点点 好 用小火煎就可以了 学校煎到它其实有这个一点点焦色就可以了 对 有一点点上色就可以了 好 切碎 做好 切碎 好 切碎 对 切碎 好 你好 好 切碎 好 切碎 好 好 好 那主厨我有一个问题 对 為什麼考試的時候 它都是用青江菜 而不是比如說空心菜 A菜 你會發現我們台灣 青江菜將近一年四季 就都會有 所以說它取得比較容易 不會有季節性的分別 對 懂了 好 來 而且青江菜 我們在做這個料理 我覺得難度比較高 難度會比較高 對 難度會比較高 好 把它切成塊狀 好的 一樣我把它分開 就是葉子跟梗的部分分開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待會兒呢 我們的梗要先把它炒 再放葉子下去 好的 一點點的油就可以了 這一面再煎一下就可以了 好 然後來處理一下我們的胡蘿蔔 是 胡蘿蔔在製造菜的角色是 配色 配色 好 好 胡蘿蔔把它切片 然後我們的蒜肘也把它切片 好 好 月圈就可以了 好漂亮的顏色 好 這邊先割在旁邊 有沒有發現我用磁盤的 因為它已經熟了 熟了 我們生食與熟食一定要分開 盤子要分開是不是 對 生食的話就要用鐵的材質 對 馬口碗 馬口碗的材質 然後熟的話就可以擺在白絲盤上 白絲盤 好的 好 辣椒也是一樣 它拌也是 配色 好 先把這些辣椒 把它切成 點起來 好 好 來這邊 完成了 這手套其實你可以買幾包去 或者是你可以買整盒的 盡量就是拋棄式 是 那你不可以戴什麼橡膠手套 不是嗎 可是主廚為什麼你都只有單手戴手套 不需要雙手嗎 不需要 只有這個手會接觸到 控得到食物 對 那另外一手是拿刀具的 好的 好 酒店很好吃 是 把它切成塊狀 對 這個很好吃 對 不可以說 肚子餓先偷偷吃不行 不可以 對 好 好 來我們現在 這個豆包的 沒關係 我們直接用就可以了 這非常的乾淨 好 來 加一點點油 沙拉油 然後我們把它爆香 我們先爆香我們的蒜片 辣椒片 好的 然後再接下來呢 我們的梗 梗先下 因為比較慢熟 是 先加菜的梗 以及胡蘿蔔 胡蘿蔔 把它加下去 慢熟的先下 其實真的不難 開中火對不對 是 中火 其實喔 包括我都很喜歡這樣子甩 比較方便 對啊 但是不好啦 而且呢 有時候真的火開太大的話 或是太背到外面 這都是不正確的 我們只能這樣子把它鏟 輕輕地鏟 你火呢 盡量就是把它開成 我們的文火 或小火 是 剛開始用中火沒有關係的 是的 好 來 現在呢 把它放進去了 那個梗呢 差不多它香氣得出來 是 再來就是我們的豆包 豆包 好 其實這就一套開了 這還不錯吃對不對 對 而且顏色很漂亮 重點是我覺得它很快速 是 來 最後葉子的部分 好 來 我們現在呢 把它翻 一翻 然後最後調味 好 來 我們把它關成如新火 如新火調味 鹽巴一小匙 然後味素二分之一小匙 味素二分之一小匙 米酒一小匙 然後開水兩大匙 開水兩大匙 好了 好 來 那我們現在呢 就用我們的大火了 好 現在最後用大火爬拌一拌 好 當然 如果你說 你不喜歡這樣子一直在炒 用鍋蓋把它燜一下 可不可以 可以 沒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調味調好 其實 你這一個 你沒有辦法確定 你就用試吃 也沒有關係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再次為大家來說 我們的瓷盤呢 就是一進我們的烤場 先把我們的瓷盤 瓷碗 或是瓷湯匙 先把它洗乾淨 用餐巾紙把它洗 把它擦乾淨 好 那我們呢 以利我們後面呢 你不要交叉污染 你如果先洗菜再洗盤子 就有可能會交叉污染了 所以順序要特別注意 好的 來 完成 好 其實每一道菜 沒有想像的這麼困難 對啊 因為它就是不同的換配料 這樣子不自換 其實炒的方法 處理的方法 洗滌的方法都一樣 對 都是一樣 我們呢 不要覺得說這個 豆包炒青江菜外面沒有在賣 你就不懂得怎麼炒 其實我們書本也好 或是透過我們的 新北市一支網 是 或是我們的華視頻道呢 都會教大家 對 你就舉一反三就對了 同樣的一套方式只是配料不同 這樣子每一道你都會了 對 其實你當然嚴格研究 這些菜色啊 它只有配料 那其實它的調味料其實差不多 差不多耶 差不多 所以你其實配一套 其實每一道都適用 對 好的 好 那我們這一道特別之處 就是我們豆包 有把它先煎 煎過 不要生的下去炒 生的下去炒呢 那我們的豬炒關 一定吃得出來 真的喔 對 你看這有煎過 或是有炸過 漂亮 就會比較漂亮 好 來 我們現在完成了 好了… 豆包炒青江上菜囉 學會了沒 沒有學會沒關係 我們再複習一次 豆包炒青江烹調步驟 一 將青江菜一片一片剝下洗淨 豆包洗淨後放入鍋中略煎上色 二 青江菜切成三公分小段 再將葉片與菜梗分開放置 胡蘿蔔 蒜頭切成片狀 紅辣椒去籽切菱形 煎過的豆包切成小方塊 三 爆香蒜片紅辣椒後 依序放入青江菜梗 豆皮 青江菜葉片 胡蘿蔔片 調味料 以中火翻炒至軟一顆 兩份五年青江炒去 Pocket 抽雜地 紅辣椒 可以 camouflage 匿ounds